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柯杰啊 这是第六个世界冠军 对 因为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他没拿了 所以呢 这盘棋就是非常令人关注 对齐声柯杰这个士气就非常有关系 他前面是1比1 没错 然后这是第三局 虽然对手不是说他像那个朴婷环那样 那么引人注目 但是这个对手在韩国年轻 对柯杰也很有冲击力 所以这个棋反正我们值得一看 而且下完之后 韩国都一直觉得这个盘很可惜 说是被 没错 都说是被逆转的 因为安国炫呢 他92年出生 今年20 到98年的时候就下这盘棋的时候 26岁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盘棋 因为如果赢下来 他将可以免除兵役 在韩国有这个制度 所以压力也很大 对他肯定是卯足了劲 对对对对 拼权力上的就是 是的 我们来欣赏这半棋吧 好吧 好 这个黑棋 安国悬 先是双方二连星 科捷也是白棋 然后是33点入 是吧 这是常见的 现在都是不点33 都觉得不是现代人了 对吧 都是这样 又下成这个 特别常见的下方 然后再来一个 对 这个最近这个点33呢 是甚至还出现过 四个角都点完 对对对 都有这样的棋 前一段下的天原站 好像就是下了 又下了四个点33 这个棋它是在 这个 逼得好近呢 这个 现在这个棋 都是要求效率 充分效率高 这个走在这 走在这个位置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这反正有打穿 你这个不走呢 我打穿就更加厉害 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搬的 对 是吧 搬这个 搬住 然后连搬 这样下这个棋 它打穿 因为针子有力 针子有力才能打 那么那边是黑棋 这个时候呢 就看白棋怎么硬了 你如果针子不力 那你怎么什么呢 它是先吃这个 对 先试一下硬手 那么这个棋呢 黑棋最后选择是提掉 提掉 那么给你这个便宜了 那么你这三个子 就更不好跑了 你千万不能再打了 打了后这一跑 你这个棋不好舒适 所以呢 你要这么跑呢 那我也高兴 所以它是这样 虚拟的 在这里 就是半遮半眼的小棋子 对 黑棋 这个时候呢 立马就顶住 对 这安国轩就立马顶住 科捷呢 当然是要走这个 当然走这个 你不能去 还要是不对的 要它就跳了 能够跳进来 当然是不是太过了 这样 还有个断点 对 所以走这个 这个棋呢 正解是应该冲掉的 对 我就奇怪 它为什么不冲呢 应该冲掉 应该冲掉 冲掉呢 这断了很多 因为你现在 蒸又蒸不掉 加也加不死 这一打吃就出来了 对 打吃一冲 所以呢 你可能也是这样 我这样 这样的话 你再去补断吧 你忙着补断 补哪个的问题 补哪个都是有问题的 补完之后 你还有力 你补上门 我以后那边有子 还有断 是吧 所以他把黑棋 应该冲一个 而这个时候 他没冲 而单走的 实际上是他单走 然后白棋站上 这个白棋好 可惜这个得分了 这样走栏之后 白棋落得先手 在这 这个大的 这是常见的 这个情况 你看一个后臂 在开拆 这效率很好 这样的话 你只是吃这个脚 然后窝在里面 这个子配置 应该说白棋不错 这样的话 是白棋挺好得起 这样 下成这样 然后黑棋油断打了 断打这个 断打这个 这个子 这个可洁太大方了 这不是沾上了吗 当然沾上 你这个子给人家提了 当然沾上了 沾上其怕什么 它最多是长 长的话 那边有子了 这里又是厚皮了 冲段是不可能的 你大概只能跳一个 是吧 对 然后它再补冲段 走这个 这个棋白棋挺好 白棋挺好 你搬的话 我就搬 这都不能打 这就双打 对 这个棋应该说白棋挺好的 白棋应该这么下 这样下的话 作战 白棋没什么好怕的 那边配置都挺好 你这三个子 你总是有负担的 白棋这么下 是相当好的一个 因为你没冲 使得白棋配置很好 很有力的下方 结果它是在很大方的 太大局了 是吧 先让黑棋包一层皮 这个黑棋先手提总是得了 白棋虽然长头也很舒服 但是你这么先手提一颗子 我等于多包了一层皮 总是便宜的 这个科技有点大方了 本来沾上作战完全是值得 他可能现在觉得大局不错 所以挂一脚 他是走的 有了一颗子反而挂 他觉得这个还是个好点 从来挂还是比别的选择 二路漏没啥意思 给它太大了 或者这个时候也有这个 调一下 也可以考虑这个 这样的话 你如果往前走的话 往再走这个 也是一种下方 也是一种选择 它是走的这个 那么白棋 它是走的这个 挂 对 你不能一块空 如果你只是一块空的话 现在还不行 现在全局还太广 没错 那么现在黑棋是走的什么 它是拆二 拆二有点稳当了 走这个 三件高 高一点 这边有这个大势 高一点 你打入当然不怕 打入给你 上面一压给你都没事 这个点是好点 这个当然也是更加强了 但是这个已经足够了 这个就十分了 总是比这个强 这个比这个拆二强 这样的话 应该是 应该黑棋 又觉得 全局来说 配置还是不错的 它走这个 白棋是双飞燕 对 双飞燕 走双飞燕 对 黑棋 好 对了 这走了一个 常见的型了 这是常见型 对 是 是常见型 它点了三三 这科技点三三 它不走这个了 它是不是觉得 这样选择的话 在这个局面下 不是很合适呢 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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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黑棋沾上 对 然后接下来 是尖还是拆二 对 有点有 尖和拆二都是有的 是吧 这个棋 这当然也是一盘棋 是吧 也可以这么下 也可以这么下 或者是拆个二之类的 是一盘棋 这是一盘棋 这个是比较流行 它是把这个点三三 对 把它吃掉 当然这个吃掉 以前我们觉得 这个黑棋挺厚 但是这个棋 随着棋局的变化 都定型了之后 捞时空是为最重要 越往后 要捞时地 是最主要的 对 没错 现在白棋呢 拆了个二 拆二 对 它是担心什么 担心你黑棋拆二 这有个点 没错 被它拆一下 它很难受 这个很难过 当然你要是说 这个补这个也很大的 这个也非常大 要我选 我肯定选那个 选这个 那我走这个呢 走这个我就顶一个算 顶一个 那然后再说别的了 是吧 因为我觉得 它走这个 跟人家这个交换呢 就是很难讲 它这样交换的话 我至少知道 牛有肩顶吗 就是很难讲 这一下 哪个好 哪个好 说不清 说不清 现在它是拆二 执着 它觉得那个大 白棋是走这个 飞一个 飞这个 是过去 过去这个形状 是常见的 那现在呢 白棋不会走这个了 因为这个正面 是主要的 是吧 现在来说 白棋啊 白棋这个 要是能够发挥 把它壮大 如果能够变成空的话 当然好了 它是走了一个 刺这个 它是希望这样 然后再剪一个 不 就靠一个就行 对 它想这样 这样围这个空 围起来 但实际上 这个有点想 当然来 其实单压即可 单靠挺好 单压靠 一般我就尝 顺势 这样就已经相当好了 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这样如果能越走 围的越会变成时空 这样的话 是白棋应该是比较满意了 就可以了 白棋应该这么下 单靠即可 它是走的这个 白棋 黑棋啊 那黑棋也没什么好想的 肯定跳出来 我觉得 不能让你那么 什么都给你了 这颗子无关大局 这颗子就死了就死了 这面太重要了 肩一个实际上 你就是逃活了 这实际上大局 你可能 也可能这一类的 走一个 如果走掉 对 这个时候肩冲在上面 是不是可以考虑 肩这个 肩冲 这样的话 破的你 只要我在外面 轻轻的在外面 只要能削 你就即可 它实际上走的这个 是吧 尖的 关键的白棋还挡牛腾 挡住之后 挺好 挡住了之后 它这里有挤 对 它久而来有挤 对了 有挤 其实这个棋 就是说白棋 这个方向 被它一跳有点难过 这它依靠好棋 没错 然后 大飞 大飞 这个棋 应该说 被黑棋王这么一挪 你这个后市 效率低了 刚才在这尝了一排 是希望有所作为的 对了 但是被人家轻飘飘的 两下就已经破的差不多了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这样的棋 有点什么了 你这个棋 被它走上这个 很难过 那怎么办 它是走的这个 这个棋 它那个都不清了 只要活了即行 你如果走这个 它就跟着走就行了 对 也没啥了不起 这个棋 黑棋 大事上就占便宜了 没错 你看把你先手削成这样 然后你只是占得一个这个便宜 这总之来说 全局来说是 黑棋 全局占过主动 因为这个吃掉一个子 跟刚才 即使黑棋插尔顶周相比 也就多了石木 多一点 全局是应该靠了 成这个 你这个地方忙着走两手棋 和这门就不对了 对 这个黑棋挺好 没错 柯杰这个地方 走的执着了 现在黑棋有机会 黑棋其实你 刚才说你没有肩 我飞一个是挺好的 对 飞一个 飞这个之后 全局能压迫你 以后你要不走 这扳毡什么 这很大 你断我就长 以后这扳毡 这可以作战 可以考虑飞 现在飞一下 现在全局来说 黑棋 却掌控起来容易了 它没飞 它是走的什么呢 它飞到这个 飞到这里 好 会在这里 那就白棋煎了一个吧 白棋没有 白棋是扳 这个肯定 它竟然飞 肯定要冲这个 然后它不打吃吗 它不打吃 打吃再走 这个是常见型吗 它很逗 它扳完了 它不打这一下 打完再走这个了 这个 这个是正常人的逻辑 对 这科捷的逻辑 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这个科捷 它扳一下 它不走了 对 扳不走 那单走也可以 单走这个也可以 它走在这儿 走在这里 我不明白它是怎么想的 科捷 所以 它就厉害 天才 它就应该 想法不一样 很有独到之处 只能说是 这个就远一路 但是这个不成立 它不可能补在这儿了 它就走这个了 是吧 它这个不打吃 我都不明白 是为了想 不想撞紧自己 这一口气吗 难道说 有可能 但是现在你打完 它沾上 这个跑不出去 对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跑 我能扳 扳一个就行了 这个不行了 我甚至可以这样 你可能都不行了 粘在这儿 这一提我一扳 你就死了 这个不行 是吧 所以这个棋有点不明白科捷的用意了 它这个比较深了 我看不懂 这个比较虚拟了 然后它是斑粘 斑粘这个 斑粘挺好 这个挺大 太大了 它是不是想吊一下再斑粘 如果你一虎在这儿 那我这便宜了 是不是这么想 也有可能 如果你单走 我走这个 这两个就交换不着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很好吗 是吧 那这样走 这样走这个还不行 那么现在白棋 黑棋没有走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 好像不能忍了已经 好像这个再虎一个的话 这两下亏太多了 就感觉被白棋吓得太舒服了 所以黑棋肯定是要考虑反击 黑棋子 虽然说那个加很大 对 那但是我这个加这个 就变成了 本来是上面掉 下面怎么着 现在呢 我就是说围中央 它给你两头走 两头走 又捞你的实地 然后中间也走 让你看你怎么选择 现在加一个 你不可能立 立的话 这个棋 就那个什么了 就我的 就我觉得白棋可以施展的手段 有一堆 这个不行 所以它是弃掉 再捞一把 捞一个 好 黑棋是不是点一个 对 点这个 还是点了一下吧 点一个 接上 接上 便宜了 那又便宜了 这一下就没什么差 不是 这样是黑棋又便宜了 对 这两个点柔了 那它总好的 待会它有可能可以靠下去了 现在就应该靠 就应该靠 就应该靠 现在靠一个实际上让白棋 先考验它一下 考验白棋走什么 你说白棋走什么 你搬断不可能 搬断不成立 我搬断你这个 我这只要一闹 我这个都强了 打了一力 这不行了 你这个我都强了 对 你这个不可能 它大概只有搬底下 搬我就退 那只能忍了 那我便宜了 我就下巴不一样了 这个棋就不一样 我是觉得黑棋这下 应该能靠得着 应该走掉 先走了之后 看看它走什么 你如果顶我就退 没关系 我这加强了 所以这个时候靠 是它应手 靠一个哪怕不走 都应该靠一个 对 所以它没有走 没有走它走什么呢 它走了一个 中间 中间 它跳了一下吧 它是 它先走这个 它跳了这个 跳这个 跳这个呢 白棋走在这里 它这个要求立一个 你要走 抓了一下 抓一下 它退 然后走这个 交换成这样 这样呢 就白棋又往里钻一钻 大家定型一下子 但是总的来说 如果这个都死进来的话 按理说 应该黑棋收获还行 还行 因为这个地方 亏得挺多白棋 尤老师 他们都很看重实力 但黑棋难道 没有可能走这儿吗 它会走这个 它觉得不肯是吗 不肯 这个不肯 不肯 因为你走完了之后 它还有利用 它这个还是要接着跑 是吧 死干净 接着要跟你洗 对 它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给你了 这个长一个 也就算了 然后白棋 黑棋 跳这个 这个棋还是应该走这个 它是跳的 是吧 跳的 他可能是担心 他打完了之后 这种靠味道不太好 对 这个也大的 对 这个大的 很想象 很想象 它这个 也许许 它怕你什么 中间有各种利用 当然补一个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效率不如这个高 你可以直接考虑 直接搬下来 现在它走这个 现在下巴和刚才那个 靠都来不及了 你这个靠 有可能就给人家 闷进来了 对 所以要先走 就不一样 它现在走这个 那么白棋 就这个时候便宜了 它走什么呢 在下一步 这个棋 它还有这个 直接就给你收进来了 对 那你没靠着了之后 它能够这样 这样 就下不来了 搬在这 它能够这样给你收进来 它随时有这样的手法 好 我们看实战 白棋是搬的 搬这个 它也应该起这个 搬的时候 黑棋有个机会 就干脆直接走挡上 算了 那个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个太大 这个棋 我只要 只要活 你现在走 比如说走这个 那我已经看不见了 我可能是这个 或者就是走什么 走这个都行 那底下都小了 那个都小了 这个特别大 这个特别大 是吧 这个特别大 所以呢 这个棋 搬的时候 黑棋搬这个是个机会 而他呢 就干脆都 他觉得是这样 你挤啊 走都一样 他就说你搬 那我也挡了 都一样 他是挡的 打吃 沾上 然后挖了一个 下发不一样了 嗯 对 这个 哎 对对对对 现在呢 下发不一样 现在应该说 对他把这个吃掉 是打结是不可能 对 然后呢 他就留 你既然没有顶了 他留着以后 我的团的什么眼味 干脆白皙把这补了 没错 是吧 补了 这样的一走啊 一个交换之后呢 白皙走后了 你这个起颗子呢 需要处理 不处理的话 看这样 怎么办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呢 你必须要走 等于白皙在先手 给你打断了 他走在这个 对 走这个 这个旗走在这儿之后呢 呃 现在呢 就是说 零零散散的这个地方 你还有一些被利用的可能 但是如果不出毛病的话 现在来说 黑棋的整个的棋局啊 应该说他空还是不错 还是挺好的 黑棋 关键是什么呢 现在白棋啊 能走抢到这一招棋 太大了 太大了 我觉得太大了 没有比这更大的 因为之前实在是他没有机会 黑棋啊 是你不能这个时候不走 这一走不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脱不了先 嗯 那么这个终于能抢着 可且抢到这个 这个棋啊 就有点难说了 这个棋抢到这个太大了 他走这个啊 跳一个 跳这个 先手走掉 黑棋这个空啊 零零散散 这中间的虚的空 不知道多少 不一定行 嗯 所以呢 黑棋现在就白棋 怎么来削它 是个后面的事了 嗯 是吧 怎么能够把它削得小一些 嗯 如果这样 他走这个 黑棋 白棋还不满意 嗯 觉得削得还不够 哎 觉得这样赢下来还没自信 嗯 所以呢 他是走的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还是很厚 是吧 非常厚 这个非常厚的棋呢 那他就关键的时候看你的力量怎么来施展 现在 嗯 中间有一些 未定的因素很多 是吧 白棋先把这个打了吧 对 这个之后打的 这个先一样 他是冲的 他是冲的 冲了 然后挡住 黑棋点 点 然后现在挡 现在挡 对 黑棋站上 这个应该早是他的 对 这个时候 对 黑棋反击了 黑棋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 他这个地方还能搬你 是吧 哎 这样 其实他不满意 黑棋不满意 对 是吧 他是要这样 他要反击 反击 嗯 这个 就是直接的冲突啊 黑棋 你要直接冲突啊 是黑棋能站的 嗯 我就 这硬的来也没事 打了拐出来就行 打了拐 是吧 反正只要这个奇经不死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看白棋的了 白棋 他是走的这个 小尖 小尖 如果你这个时候尝 哎 这个时候我冲突 当然没问题了 正好把奇经吃掉了 这个时候没问题了 他有了这下交换 我可以吃这个 两头 两头吃一个 对 这才行 嗯 那么 现在 我们看实战啊 他们这个杀得很凶 杀得很凶 他尖的 然后白棋 他是这个 黑棋冲这个 他就没打算回头了 我就是要攻你 那我这个就干脆来 把中间都给破了 直接 直接走这个 这个中盘突然陷入了 这扳着一下子 当然很舒服 是吧 他是 再来一下 这招棋 有点 你这个时候如果 我很想扳断它 对 应该这样 应该扳断 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扳断呢 你这么扳 我就这么打算 对啊 就这样扳 那也没什么 他先把那个子留下 把这个子 先踏踏实实地留下 把这个都变成空 是 中间只要不死再说了 对啊 这边你还留着一个大的 这个棋 为什么不这么 这么下的话 黑棋还是很主动的 对啊 我觉得黑棋应该很主动 这个还是很实惠的 先拿实惠的 中间 它目前来说 它动不了 是吧 动不了 你这飞呢 我能冲断 这都没关系 暂时不怕 零零散散的 不会死就醒了 对了 应该这样下 应该这么下 这个棋 黑棋这个不搬呢 失去了一个机会 其实这样定型 是最方便的 最简明 它是退了一个 退了一个 好 退了一个 退一个 那就被它便宜了呗 它是 它跳 对 黑棋刺了一下 刺了一个 这个棋啊 其实你说现在该白棋 白棋要狠一点 可以考虑这个 要攻这个 可以把它拿出 可以狠一点 可以狠一点 这是考验 黑棋的胆量 你敢不敢跟我拼命 对 敢不敢组 这块棋的死后 现在白棋就 如果反击得很的话 可以考虑 它是走的这个 对 走的这个 是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双方还是属于 这种扭在一起的状态 就是说 谁也没有把握说 这棋就好下了 现在是一种混乱的棋 对 形势不明 没错 是这样 我想接下去这棋 黑棋要怎么进行 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吧 休息一下 一会儿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给您讲解 为您讲解的是 第23届三星杯 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三番棋的决胜局 由柯杰对阵安国炫 那么刚才呢 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白棋刚刚在这儿飞的 白棋最后又是飞的 他点他就飞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棋为了这个 还继续攻这个白棋 它是尖的 然后让白棋沾入 是吧 实战就这么下的 然后再尖在这里 还要保持对白棋这一块 要进行进攻 先把这个靠补掉 对 这个其实很大 这个很严厉 白棋把它割断之后 把黑棋要小心自己的死活 其实这一招气非常大 之前白棋可以考虑 先在这里靠 比如说走这个之前 就可以考虑 现在白棋黑棋尖了 就是这个联络了 也放心了 实战 他这个再压一个先手 这是退一个 先手 是的 走在这里 他还是很担心 这块棋 这个非常大 是啊 这个非常大 我就想把那个赶紧失了 目前他觉得这个棋 可能还有点担心 担心这块死活 不知道 可能有点担心 比如他怕风险 或者这么直接靠断 看不起 怕这个风险 还怕这个 其实这个相当大 你知道游泳器把它吃掉 那它控制就很好了 但是现在呢 黑棋是要保持他这个攻势 其实这个时候 科技来狠一点 可以考虑这个吧 先刺他 先刺一下 你这个时候被冲断是不了吧 大概这样 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 不知道他有没有勇气 这样啊 这就有点拼了 这个有点挺凶的 拼命了 这感觉是 挺凶 挺凶 这个棋 很凶啊 这个也很凶 这个棋怎么样 能够那个什么 这个有点复杂化了 它是走在这个 这个 然后白棋 走了这个之后呢 把这个 是不是就给它 度过了 度过了一下 对 这个拼命抢一下了 对 要不然控怕 那个被吃掉 好像控不够吧 控的时控了 他怕那个 有距离 所以他把这个吃了 你看这个 这个很大呀 是啊 很大 这个棋 我觉得这么吃掉以后 黑棋这个木就差很多 这以后还有冲断的味道 是吧 现在是逼迫你来 对我这块棋进行进攻 那黑棋就先压过去了 对 它是 它下的比较直接 对 压过来 压过来这块棋 看没活 然后它先冲了这个 冲这个 这个是你的先手 挡住 然后它又冲了这个 这个当然是你的先手 对 然后它又贴这个 这个贴跟 这个当然这个提 这两个可是损的呀 这两个很损的 但它现在又先保命 这个很损的 这至少是 它如果这么下的话 以后我肩先手 这有力 这个这两个挺损的 因为这个贴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交换为好 但是它这走了 这个科捷现在也独秒了 它关键它得先活呀 活什么呢 好 活这个棋 这个棋呀 应该说现在黑棋进攻的 还是很奏效的 因为逼迫你走了这个之后 这块棋 白棋一直面临着死活问题 现在黑棋通过进攻 它能得到一定的便宜的话 就 就这个棋不错 这长呢 就是它顶的时候 它没有挡 肯定是长 长是个先手的问题 是的 先手 有冲断 那白棋现在也顾不上 白棋得做活 要不然被人家一团都要死了 它挤了一个 挤这个 沾上 这个粘是个问题 我也觉得是为什么要粘 这个时候 已经攻的 你逼迫你这个 有了一个这手切 这个时候就适度而适合 粘它干嘛 就把它冲了 直接把它吃了就完了 吃了脚得了 对 这个就断一边 断哪个都好 把这个吃了 脚吃掉 太大了 这个脚吃了 太大了 太大了 现在呢 这个它去忙着吃这个 那没必要 现在我估计 白棋可能也不会去吃 可能还得往这中间 对啊 得连吧 这个棋不明白了 它是 这个如果说白棋现在走这个 那它现在有功能 可以靠到这一下了 应该是 现在靠法 那白棋就想办法反击了 不能再忍了 不会再去 下面反了 可能搬了反击 那么现在 把这个吃掉脚先 石灰先拿到 这个时候黑棋很主动 或者说黑棋这个时候啊 基本上就有可能看到 胜利的曙光 但是其实这样 就是说吃掉虽然木数很大 但也不说就铁赢了 对 当然可能还有变数 但是呢 我们这么看 就是说吃掉的话 觉得黑棋赢点很大 应该说相当好下 你先木拿到 剩下就得白棋找你的麻烦了 就它想办法在哪 能够捞木的问题 木不够了 这实际太大了 你关键看 我们看往后看 这个没有吃这个之后啊 它还要继续攻它 然后只是沾一个 它实战是这么走的 实战 实战它是走什么 它是沾一个 它沾了一下 它沾了一个 这个时候肯定都堵秒了双方 对 然后它沾这一下之后 它就没有退路了 它只能是接人引 冲断是肯定的了 沾上 关键是白起来 把这个给尝了 对 这个尝了 这好新鲜 本来这个扳了 这个非常大的一步 它要活到里头 活到里面 是这么下的 黑棋把这个先冲了一下 这个是它的先手 这个棋 可能也不要去随便冲断 它冲断还不不走呢 不 这个棋最好是什么 你要冲断得马上吃掉 对 如果不马上吃掉 你该之前走 它冲断完了再拐 是这么下的 对 那你就先拐 那不要冲断 那单拐就完了 先拐比较好 直接拐 那有可能那个是损的 对 它是实战的冲 我们看实战冲 它可能也没想好 它本来讲 是不是直接被它吃掉 本来冲断也要吃掉 实际上也应该吃掉 但是呢 这个突然间觉得 这个拐是个先手 想先拐它 想拐一个 拐一个 拐一个呢 那白起 就是说干脆把它提掉 它也拼 它如果我硬这个被你吃掉 那我不是等死吗 是 那柯杰也来个很 都要拼 这个好 为什么呢 走了这个之后 你来吃啊 它先刺了一下 这个 刺了 这是你的先手 是吧 它是先刺了一个 它那个地方 其实也挺纠结的 因为本来是这个地方 刺它是有靠的 对 有点看不清的地方 靠这个 对 当然它为了这个活旗 对 为了活旗 但是你直接靠呢 你可能被人家顶断了 就这上面不活 是是是 它为了 拐到这的时候它不活 现在它有一个这个 对 它现在不行 现在这个要死活问题 所以它刺掉算了 刺掉 刺掉 保持这里有个眼 它贴了一靠这个眼 这是有一个眼 现在啊 现在黑旗 用它这儿有个贴 这儿有一颗眼 对 吃这个白旗不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呢 你如果吃它 比如说假如我在这儿 就算打掉 把这儿破了眼 把这个眼给破了 那么白旗呢 它就这儿冲 当作一段 换是先手 大吃 所以沾上 这个你的补 然后不管 反正怎么补一个吧 让它这个旗啊 它一尖你没活 对 没活 是的 你走这个它也没活 这都不活 是吧 那你走这个就更死了 就更死了 你要只靠那个截 靠这个打截不怕 就说你吃它 现在吃不着 是吧 吃不掉 所以呢 这个棋就 那人家这个棋就不一样了 所以棋的时候 黑旗也没敢动手啊 黑旗就去补一个 对啊 这大家看看 这个先手提 跟你走着已经便宜一把了 这就大便宜 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为什么它不抠打一下 它抠打一下 总是便宜的 总是便宜的 不管怎么说 都是便宜的 抠打一个 你不可能不赢 这个我这一冲 不是就断了吗 对啊 是啊 你肯定是要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 对 肯定走一下 是吧 然后我哪怕再补这个 那也好啊 就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赚到了 这一下 已经赚到了 待会做演的话 他提到一下 还有木呢 我看他就直接这个时候 走这个也已经行了 直接就提这个 你要赶走这个 我就直接提 提这个就冲完了 这阶线 对就行了 如果你可能还只能走这个 我都防我这个提 是吧 然后我再走这个 已经便宜了 是吧 他没走 这两个木他也不要了 他就这样 实战 他走了一个这个 贴一样 我只能说 这个安国轩 在细的地方 好像还不够 他是顶着 不够细致 他也应该吃这个 也是破眼 这个一个 这也是没有眼的 是吧 他去顶一个 稍微差一点 这个就铁眼了 是吧 对 这颗眼的 我走这个也是个眼 所以他站在这 这下他没抠吃着 里头走有个84 这儿有个铁眼 那么这他活了 那么活之前 他这个便宜了一下 本来有一个吃饺 他没有 这样转过来 转过去 这么一算 应该说白旗 还是满意的 我总觉得是白旗转到了 但是这旗 好像还不一定 但是他这儿损了一下 这儿损了一下 这儿也有个半手旗的问题 现在倒还是个细旗 你看前面 如果黑旗发力的话 的确白旗 但是他这个旗 应该先冲掉 这个被调了白旗 黑旗还是便宜了 是的 好 我们现在看 他跳了一个 跳这个特别的厉害 巨大 不是 这招旗是他的 狠得不得了的一组旗 为什么呢 这个跳一般来说 不敢轻易走 因为什么 你要是稍不小心的 我这一尖 你要没有的防备的话 这旗就给掉了 断了 断了 你走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这 走这 这个旗 我这一冲 单冲这个 单冲哪个 这个旗就已经 那您单冲这个好 单冲这个 也不对劲 但从这个 那我就沾上呗 这个 现在能连 现在能连了 也是你这个狠 最狠的是这样 它有个这个 这个 这个能连了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旗 你这不能被挖了 我这霜上 这个旗就 那边要变成做活去了 那不行 对了 可以这样 它有一个这个旗 好 那么说 它这个跳能够 你说吃不着我 那么它就有一个这个 它白旗呢 也来一个妥协的 走这个 这个旗呢 你如果走这个呢 我这一双 那就留下了 能够给你留下来 死掉了 这不行 是吧 所以拐 它能搬过来 那么这个定型来了 黑旗也劳个先手 应该说也不错 先手能走成这样 他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这是你的 然后把这个靠 这个小了 这个小了 你觉得那个很大 不 这个中间大 中间大 靠住大 中间大 中间这个实际上还是中间大 这比这个大 它是走的这个 把这个吃掉 这个吃掉之后 没几木棋 不 这钻一钻 没几木棋 然后 白旗长了一个 白旗应该跳这个 跳这个大 跳 非常大 跳这个棋 它只要没有死活问题 这个跳了一个成立 那中间 这个 比这个木大 你看它是实际上 它走这个 这一来都多大 这都是木 实际上 跳的话 白旗应该说 明显好 是这样 明显好 木多 明显好 它是走的这个 它跳这个 应该不担心人家 哇之类的招法 现在 现在好像没有 现在应该是不怕 它中间有一个这个 还怕 如果你吃我的话 暂时还吃不着 暂时吃不着 目前不行 目前不行 中间这个眼 好做 对 白旗好像 还不怕 这黑旗自身有点高 所以跳能成立 它走这个 长一个被黑旗靠住 靠住 这个就又是一个 突然间又回到一个戏气局面了 突然又一个难解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你看 转转转半天 现在靠住这个胜负又是 让人琢磨 琢磨不清楚了 依然就是 还是很 他们下得很 纠结的 拽得很紧 黑旗靠 白旗 提这个 提一个 那么找结了 黑旗挤了一下 这个挤是个先手 要不然一冲 它死了 对 本来是我这一做 是一个眼 现在我这挤 这里面没眼了 这里不是眼的 没错 所以它沾了一个 沾上这个 干脆这个板四 活了 提一个 然后再冲 对 白旗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节才 他就沾上 他把这个沾上 白旗也沾上 那个先手断 他也觉得很大 对 现在 把这个打了 把这个打 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先手爬 爬这个跟先手 这个差两步 受不了 其实这个挡也相当大 对 相当大 相当大 我怎么觉得 那个挡 不能放过 既然你靠了 既然走这个了 然后 这中间 这个石木漆 还是要的 这个先手 它是打的这个 被这一先手 只要打的是个先手 这不能再不走 不走 这一间 这成什么了 是吧 它走这个 您这个如果挡住 我觉得它可能有点担心 会被人家跳刺一下 有点难受 可能下的 那也是好像 没办法 这个就给它了 就沾上算了 沾上给它算了 那你 这个总觉得是很大的一步棋 还是想走这个 想走 这个 这中间木很大 那你现在这个被多打一个 你这个的先手 走完 关子比较大 对 然后白棋 白棋飞了一下 飞一下 这一路飞 对 刚才那肠 就是觉得很大 但是这个一路飞 它能够走完 这个顶的头 它倒不是先手连 因为它先手 它不是先手连 它沾上是后手 后手 但是这个棋 它很大 还是沾上 但是总没有中间那个跳 还是没那个 一路爬 一路一二路混合爬 不如这个单跳 在这中间 现在先手走了 这个是不是那个挡一个 该对 变它大了 现在挡这个 也没别的棋了 挡一个 不走的话 别的就爬一个 跳一个都很大 那么现在挡一个 黑棋现在收官 挡 这个最大的 这个还有一个打结的 这里有一个打结的问题 没错 打结如果结材不利 实际上你就得马上挡回补的问题了 现在白棋就现在这个时候 给你硬撑了 他不 科捷这个时候下得非常顽强 他下得挺撑 其实我刚才在想 这个挡跟这个爬到底哪个大 实际上 有点纠结 纠结了 但是他觉得结材有利 他才会挡的 那就说这个结我要跟他撑住 对 他是走这个 沾这个 沾这个 对 他是要这个挤一个 挤这个 挤 这有断 这有冲断 这个先手 它得连一下 实际上 这个时候 你干脆就单沾上算了 中间厚 中间厚 应该单沾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这个气的关系 你这个 比如说这都能吃着 那么斑的话 它还能霜给你吃着 就后来断了一下斑 等于说不能霜 只能挡在这了 对 不一样了 对 不一样 这样它能挡住 它没事 这下方不一样 它是走的这个 它是走这个 然后断 把这个 这儿有个气的问题 然后 它冲了一个 冲一个 这个是有几个问题 它先手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 它走什么呢 白棋把这个沾上 它冲 冲一个 它是先提的吧 先提 提了这个 提了一个 然后黑棋 然后黑棋是 黑棋是斑沾 斑沾 黑棋斑沾 黑棋斑沾 这个 然后白棋把这个走掉了 斑沾很大 对 这个结它就是打算 跟它藏住的 这个棋它们走得很有意思 它把这个沾上之后 关键是留了很多的结材 黑棋不补了 不补了 这是它的先手 这个打吃它能长 它说里面没齐 这个中间是不是这儿 还没团呢 还没走 然后现在黑棋打上去了 打吃 好 它更凶的是在这儿 刻结是这个 它不是这个 是这个 它这个结 它就要给你撑住 它之所以说 它就是给你留一堆结材在那儿 粘住 提掉 好 搬一个 它粘住 再打结 然后这个是结 对 这是它的结 提结 凶得很 靠了一下 靠一个 对 这个结呢 这个结是这样 如果你提这个 它再提那个 等于连换结了 它是补的这个 补这个 对 补这个 它再提 对 黑棋 白棋把这个打一下 对 是的 打一下 这是先 这是它的结材 这俩一堆的结材 这太多了 这里面的结材 好 提掉 提掉 黑棋看看 可能是觉得 如果正常打结 它肯定是打不赢 所以它就扑上去了 这个时候 造成一个连换结 白棋走了一个什么呢 它提的 提这个 再提结 结果它只有让 要不然它提过来 就称连换结了 如果你再找个结 再回来的话 它再一提 你走这个 走这个 那这是连换结 就是连换结 要不然这被它沾上 一沾就死 一沾就死 对 它最后是这样的 它提这个 它把这个沾上 然后它把这个提掉 对 这个时候还是很细 非常细 依然很细 因为这棋是三星杯 韩国主办的比赛 是贴六目半 六目半 和七目半不一样 插一目 这个时候 这可就插远了去了 插一目棋 对 下得很紧张 非常的紧张 这个地方味道也很多 是的 下面怎么定型的问题 像是这样 不说了 走这个之后 现在 现在黑棋尖了一个 黑棋尖了 对 尖了它这个袜一下 是吧 袜一下 它是先团了吗 先团了一个 先团一个 先团一个 这个冲一个 它也 冲一个它只有退了 要不然那边棋太紧了 对 把这个走了 靠住这先扔 要不打两下 这一尝要出棋了 吃的 是 然后它吃这个 对 吃这个 打吃 打掉 这个地方成了三木棋 白棋 这还没有走 现在没走 然后黑棋脱先了 黑棋脱先了 黑棋走什么呢 我看它是走这个的吧 黑棋 它是打吃了吗 它是 黑棋沾上 该白棋 现在该白棋 白棋是 挖这个 挖这个 是吧 挖这个 它只能顶 对 因为走这个 你看这儿有打吃 这个气被人家紧住了 对吧 它只能走这个 对 这个是它先手 因为这个可不能这样 这样可不行 这冲不回去的 为什么 它有一个 背段 有这个段 是吧 对 这个有个段 这块大了 对 所以呢 这个棋 白棋把这个沾上 这个它也便宜了 是吧 然后它把这个沾住 沾住 这个都是 关子 不走这个 当然也没事 但是它有个袜的问题 这个袜 冲完之后 有个 先手袜也收不住 对 是吧 所以 这个也大 好 想成这样 这个结 又是一个悬念 这结材很多 它这个白棋 就诱着你走 这个他们打得很有意思 它打吃 继续打结 提掉 提叠 白棋铺了一个 铺一个 好 这是要提叠 再提 只能沾上了吧 黑棋沾上了 沾上 好 沾上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 有意思了 这是白棋 居然 这个时候 去打上这个 连环结了 这够狠的 够狠的 对 这个够狠的 就按照常理来说 黑棋这个是 不舍得长掉的 对 因为这个长呢 长掉这一下 可能是亏的 对 但是 如果说 这期有时间 判断清楚 觉得长掉 已经赢了的话 那我觉得 它应该长掉 它要求什么 这个再给你打回去 打回去 然后这样的棺子 就它就便宜了 黑棋刚才如果说 打之前先长掉 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 如果这样 对 这个先长掉 他把这个长掉 他把这个打掉 然后他也不会走了 他肯定不会粘 估计您会拐一个 这个棋是个 细棋 这还是很紧 因为有很多个棋 黑棋 这个应该是能抓着一下的 对 就长之前 我就先提 但问题是 他不肯先长掉 他就是不肯 走这一下 然后他走着 被他打 走这个 走这个 他提了一个 然后呢 对 又你来给我打结了 对 又你打结 它像 如果你粘在这 我再提过 这个又是我的 这能先说 抓着一下 它总便宜了 总便宜的 所以我刚才让它 先长掉 现在一怒之下 打上去了 好 这个棋下的 他们很精彩 然后这个 这个是地方 白棋的结库 对 这是个结窝 结窝 然后是不是 白棋断一个 黑棋断一个 是不是结 黑棋先在哪 走了一下 好像 这个 他先提了一下 先提 这是他的先手 正好是个顺手 再提结 然后提结 白棋长 对 这个棋呢 你就不能走这个了 如果你走这个 这个棋 它这个先手 这个先手 这一虎 对了 就死了 看 打吃先手 粘着 这个一打 这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棋 只能是 唯一的一手 是这个 不唯一的一手 它提 白棋提结 白棋提结 对 白棋提结 然后黑棋 断一个吧 黑棋断了一下 断这个 这个好棋 先走 这个好棋 为了劫财的问题 劫财 否则被你有 多劫财 他这个打吃了一下 沾上 然后再提 黑棋打吃 黑棋打吃 这是你的 粘住 然后提 提一个 白棋 这个时候找结 它走什么呢 它是走在这个吧 是这样吧 它是打吃了一下吧 打这个 打吃这个 对 提结 再提 然后 黑棋扑了一个 扑这个 这是你的先手 对 提掉 然后提结 然后在这 走这个 这个劫财太多了 这边 还有好几个呢 对 所以他无法忍受 走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棋不管怎么说 都应该硬 先硬住 先硬住 接着打吧 接着打 对 黑棋最好的办法 是走这个 顶这个 顶这个 这个让白棋会很难过 你如果让 我这跑 你受不了 如果你走这个 我这又是劫财 我就跟着打 对 这个变重了 这样的话是 黑棋还有希望 感觉 有可能半步胜负 结果呢 这个棋 黑棋去把这个提了 他直接抓掉了 对 抓掉 这个不好 转换了 这个棋呢 它就 这个子太大了 粘上 关键是这儿 它被它拐住了 如果这儿顶回来的话 那就差好多目了 这个不行 这一拐住 这个变大了 这个棋呢 这样就不行了 这个不行了 你看 这个转换呢 这个子 你就数子好了 有二十多个子了 对 这个你花两手 这个子啊 也是二十个子 这个而且 差了一手棋 没错 让它挡住这个 如果先顶再走着之后呢 打着就胜负很难说 一般一边顶了 打结 顶一个本身就会 顶一个是它的 最后的胜机 有可能 然后再爬回来 还是半步胜负 这么细 对 那么就是说 这个结它一定要硬住 是吗 刘老师 应该必须硬住 先硬住 现在后来这样 就已经输掉了 最后输了五目半 这车差距还是很大了 变成了大的差距 没错 赢了 这柯杰终于这个 获得了六连贯 六贯 总共第六贯 第六贯 这个棋呢 下得非常精彩 没错 后面尤其是关子 这结 最后一个结 最后一个结 这么细微的半目胜负之间 还是有胜负的悬念 没错 最后这柯杰 这个棋呢 下成这样的大转换 非常的 最后满意的结局吧 这盘棋他赢了五目半 最后是夺得了 这个三星杯的冠军 我们祝贺他吧 好 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